您好,我是犀牛 今天想和新入行的地产经济聊聊如何通过Farming走向成功 营销或者说Marketing对地产经济来说支款重要 比较有效的营销手段有 一,内部推广 通过与同事同行的交流和合作来建立声誉和信誉 同时扩大自己的人脉 二,个人品牌 通过线下宣传,社交媒体,公关活动等方式 打造品牌形象 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权威性 三,网络营销 通过社交媒体,网站,博客,长短视频等线上渠道 来宣传自己和房产 吸引潜在的客户 四,线下推广 包括在地产展会,讲座,社区活动等场合积极参与 通过直接邮寄或派发传单,名片等方式来推广自己 五,直接营销 通过直接拜访,电话,邮件等方式来联系潜在客户 向他们推销自己和房产 六,广告 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平台来提高知名度 促进房屋销售 这种方式的成本相对高一些 七,活动营销 举办Open House,社区聚会,知识讲座等活动来吸引目标客户的注意 增强品牌形象 八,口碑营销 通过客户推荐和口碑传播来增加客户资源 这种方式特别需要注重服务质量和客户体验 九,内容营销 通过创作和发布有价值的内容 如文章,视频,博客等来吸引潜在客户,提高个人影响力 每种营销手段都有自己的适用场景 你需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和目标客户群来确定相应的营销策略 下面咱们就地产经济最传统的营销手段 发明展开说说 先来看如何选择目标区域 当你决定发明时 选择目标区域非常重要 选择目标区域的步骤有 A,研究市场 首先你需要了解目标地区的房屋价格 供求关系,销售速度等情况 这些信息可以通过查看地产网站 分析市场报告 以及和同行的交流来获得 B,确定目标客户 你需要确定想要吸引哪些客户 例如,如果想做高端市场 那么就应该选择一个富裕的社区 进行发明 如果目标是卖兔更多的房子 那你就应该选择一个人口增长快 且交易频繁的区域进行发明 C,分析区域数据 你需要分析目标区域的数据 以便确定哪些地区更有前途 下面这些因素是比较重要的 1,人口增长 选择一个人口增长快的社区 可以帮你获得更多的潜在客户 2,学校和交易资源 好的学校通常是买房者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选择有好的学校和教育资源的社区 可以吸引更多的买家 3,交通和设施 一个位置便利 设施完善的区域更容易产生更多的交易 4,经济状况 一个经济稳定 就业机会多的社区 可以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 通过分析上面这些因素 你现在应该已经能找到一个有前途 也适合你的目标区域了 下面咱们来说说如何制定发明策略 一个有效的发明策略 可以帮助你更好地推广自己的品牌和服务 在目标区域中建立信任 以下是一些比较有效的制定发明的策略的方法 1,确定目标客户 在制定发明策略时 你需要确定目标客户 这个咱们上面说了 感兴趣的可以去复习 2,制定品牌推广计划 一个合理的计划非常重要 比如你可以在目标区域内举办活动 像什么咖啡聚会 社区服务 相关知识讲座等等都行 可以有效地提高你的知名度 3,建立自己的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 现在的地产经纪都需要建立自己的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 展示自己的专业知识 提供有用的信息 你还可以通过这些渠道 与潜在的客户联系 并提供咨询服务 4,与当地机构建立联系 有时间的话 记者和当地机构 如学校、商会、社区组织等建立联系 了解他们的情况和动态 这些机构通常会组织一些活动 你可以参与并提供支持 最增强你在目标区域内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很有好处 5,定期发送邮件和传单 你可以通过定期发送邮件和传单的方式 来保持与潜在客户的联系 该小区的房屋销售信息和最新市场动态 可以帮你吸引不少买家和卖家 制定好发明策略之后 接下来关键就是如何有效地执行 下面是一些有助于你执行发明策略的建议 1,执行计划 制定一个详细的可实施的行动计划 包括需要完成的任务、目标和具体的时间表 2,定期跟进 要确保发明策略取得成功 需要经常进行跟进并检查进展情况 当然不同的发明策略跟进频率也不同 例如如果你的策略是通过社交媒体 扩大你的知名度 那么你就不需要每天跟进 如果你是发flyer或者敲门的话 你每一次都能获得比较准确的反馈 3,与人互动 除了跟进进展 与你的目标客户进行互动也非常重要 这一点可以通过组织活动 参加当地的聚会和其他社交活动来实现 你需要让你的目标客户认识你 建立信任 这样他们在需要地产服务的时候 就会想起你 4,测试和优化 尝试不同的发明策略 并对结果进行测试、对比 然后改进和优化 例如如果你尝试了一种特定的营销方法 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结果 那么就应该调整策略 比如改变宣传语 更改目标人群 调整宣传渠道等等 看看是否可以变得更好 或者变得更糟 然后再调整 再测试 以此循环 你就能找到最有效的策略了 5,持之以恒 在发明的过程中 坚持不懈非常重要 成功需要时间和耐心 你要相信 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的执行既定计划 一定能够达成所愿 我是犀牛 我在多伦多 用工匠精神做地产 如果你有任何房产相关的问题或需要 欢迎随时和我联系 咱们下一期见